今天呢,跟各位聊一下Figure Legend如何书写 在SCI论文里面呢,Figure Legend是附在Figure下面的一段文字叙述 跟这张图所要表达的内容呢,是相互对应的 也是对这张图的进一步的解释 因此读者在读你这篇SCI论文之前呢 可以通过大概的阅读图以及图所相关的Figure Legend 对整个文章的一个内容以及结论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由此呢,我们也知道Figure Legend它的整个的格式呢 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精简过的一个论文的格式 也是包括标题方法以及结论的一个比较精简的一些说明 当然我们知道呢,不同的杂志呢 可能对每一个Figure Legend它的格式有一些不一样的要求 但是呢,今天我会跟大家就是大概的说明一下 一个标准的Figure Legend可能包括几个部分 首先呢,它的标题呢,应该尽量的简短清晰 可以是描述性的说明一个实验的类型 比如说表达某某蛋白的细胞流逝分析的结果说明 也可以呢,是陈述性的 可以大概的概括这张图的一个主要发现 例如说,蛋白A通过调控某某信号通路 进而降低蛋白B的表达水平 在某些情况下呢,如果是你这张图所要表达的内容比较多的话呢 也可以截取这张图中比较重要的结论 作为整个Figure Legend的一个标题 第二个呢,就是材料和方法的部分 材料和方法呢,就是指你在本图中所使用的一个主要技术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你所使用的细胞类型或者是动物模型 测试的条件或者是你的处理的方式 所使用的对照的类型以及重复的次数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Figure Legend的里面所要呈现的材料和方法呢 是在这该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材料方法 不是在正文中的Materials里面所呈现的所有的材料方法 同时大家需要注意的情况就是呢 在某些杂志,比如说在Nature上面呢 编辑呢可能会特别的要求在这个Figure Legend的里面呢 是不需要加入一些材料方法的内容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是 不需要加上这部分描述,就是不用这样画蛇添足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在Figure Legend里面还需要包含一个 对于实验结果的一个描述性的文字 同样呢,这部分的内容可能在不同的期刊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此外呢,如果是你该部分的标题部分呢 已经是一个陈述性的表述 就是你已经告诉了读者 你这个图中所要展示的结果的话呢 那在结果部分呢,是不需要再去 有过多的语言去描述的 最后一个部分呢,还需要再加上一部分 就是这个图形中一些符号的含义 比如说符号,图案,线条,颜色,比例尺,或者是误差线 就没有办法直观的获取这些信息的 需要用这个文字的形式呢,而再详细的进行一个说明 同样呢,为了保持这个Figure Legend和这个证文的一致性呢 证文中和Figure Legend中呢,所使用的一些术语,符号,单位和缩写的话呢 都要保持一致性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Figure Legend的时态的问题 其实呢,和Result的部分书写是一样的 在这个部分的书写中呢,同样是建议各位呢,使用这个过去时态来书写 最后最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已经确定了自己想要去投哪本杂志的话呢 一定要去那个杂志的官方的网站上去找到一些文章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这样子呢,你去投稿的时候呢,才不会因为一些文字格式这样的问题呢 延迟自己的审稿的这个速度,或者说甚至于收备去稿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希望大家多多收藏,点赞,投币,转发 好,谢谢大家,再见